核能發電最大的缺點 就是說它是一個不永續的一個能源 那並且它還會帶給後代子子孫孫永遠的負債 這主要原因就是說 核能它在正常運轉的時候 也會產生這個核能廢料 那麼這些廢料 這個有的 這個強度比較低的 那麼至少要儲存 監控300米 那麼強度比較高的 那麼就會超過數十萬以上 所以這是我們後代子孫永遠的一個負擔 那萬一產生重大的意外 那麼它的影響的範圍非常的廣泛 對台灣而言 可能會造成整個台灣變成廢墟 我們當然是非常難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很難看的 我們就先帶著中國的地方 那麼多年 我們現在是一個人的地方 我們現在看到中國的地方 但是我們現在是最後一段時間 的地方 但是我們現在是有的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中國的地方 沒有很多地方 但是我們應該會這樣